大家好,我是布言,今天我们说一下金枝玉叶的修剪 金枝玉叶在夏天生长是特别快的 然后下过一场雨之后,我这片金枝玉叶又长长了这么一大截 刚刚对它进行了修剪 金枝玉叶它因为静干是特别柔耐的,非常适于塑形 所以平时经常被人们当作盘景养护 平时常见的有这种像大树的形状或者是取干式或者是圈牙装之类的 我就比较喜欢洗牙装,这个是去年的时候扦插的一颗,防止这一颗扦插的 现在已经初步的成熟,金枝玉叶生长的速度特别快 所以平时要经常对它修剪,不然的话它长得张扬无转特别难看 修剪的时间除了冬天它们的休眠期不能给它修剪之外 其他期间都可以进行修剪 修剪的时候最好在晴天的时候进行,伤口愈合的比较快 我们说一下修剪,如果是平时的修剪 我们看到有什么定枝了,落枝了,涂长枝条,或者长得不美观的枝条 直接给它剪掉就可以了 如果是已经有初步有形的这个金枝玉叶 这个就是一个熏牙装 这样的呢,我们适当的给它缩减一下就可以了 让它在灌服呢,在原有的基础上让它扩大一些 也可以这样剪个平头 修剪下来的枝条啊,给它晾上一下,然后再去牵插很容易成活的 金枝玉叶生长速度较快,成活之后给它大水大肥大太阳的这样养护呢 一年的时间就可以长成这么一个粗壮的这个老庄 如果我们想自己给它塑形的话呢,也不要随意 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形状,就给它塑什么样的形状就可以 我这一颗呢,就是按照这个样式来给它做的 三个形起差不多 这儿我让它底部变得饱满一些 在这儿给它修剪,让它长出侧枝 这个侧枝呢,长得越多 底部显得越郁郁葱葱,显得比较美观 上面呢,我给它短节一下 这个妆上呢,我给它保留两三对叶片 让它变得饱满一些 夏天想让它生长得快呢 最好给它用一个大一点的花盆 让它的根系充分的舒展开 再一个呢,就是土壤 要用疏松透气的土壤 可以用一半的田园土 再加一半的大颗粒合砂 或者是煤渣之类的 它对土壤要求不高 只要让它的根系舒展开就可以 根系比较发达 所以它长势比较快 施肥呢,我们可以给它用带甲肥 或者是多元色肥料都可以 在它的生长期每个月给它浇一到两次就可以 这个光照呢,夏天啊 最后放在半阴的地方 其他季节啊 都可以给它见充足的光照 好了,今天主要是分享了 精致淤液的修典以及养活的知识 觉得说的有用 点个赞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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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